各位小伙伴 大东老师今天花点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羽毛球的规则 很多小伙伴还没有学会 然后呢在打球的时候比较懵是吧 让人笑话 我们先来看看这就是我们常见的羽毛球场地 不管是单打还是双打都会在这个场地上打 那其实就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们来看单打 我们先来看红色的这个框 红色的这个框呢就是单打所用的戒了 也就是你打球只要出了红色的这个框 那你就打球出戒了 然后发球的时候呢我们是斜对角发 假如说你现在站在这个黄色的框这个位置 你要发到这个黄色框的位置 我们来看这条线就是边线了 这边也是你要发出了边线 那么你就发出戒了 那底线呢是用这条当底线 只要在这个黄色的区域内 你就属于发球成功了 当然你要发到这儿 那属于没发到位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呢这就是单打场地 当然说了 我们常打的是双打 对吧 双打和他这个场地又不太一样了 我们再来看哈 还是同样的场地 但是双打的那个外界呢 就算红色的这条线啊 这个框 也就是只要你打出红色的这个框 才算出戒 当然了这个发球和打球还是不太一样的 发球是要在这个黄色的区域 发到对面的这个黄色的区域 我们来看跟单打相比 就是有很大的不同了 对吧 首先这个边线是算外线的 然后底线呢 是算内线的 也就是说 他的这个区域更扁宽一点 跟单打相比 你看刚才这个单打是 这块是边线 对吧 然后这块是底线 而这边 双打呢 这个区域更扁宽一点 啊 这就是这个比较好比较好理解 然后呢 就是那个换发球啊 换发球呢 很多小伙伴都搞不明白 怎么说呢 我们看哈 假如说现在红 蓝和黄是一方 然后那个紫和 呃 紫和红是一方 那现在呢 我们说 在你自己这一方 假如说我们现在就是蓝黄这一方 在我们自己这一方呢 双数就是右边发球 单数就是左边发球啊 那比如说现在比赛开始 0比0 由我们这一方开始发球 那因为我们的呃 分数是零分啊 02468双数 所以说肯定是从橙色的这个小伙伴开始发球的 他发球呢 发到斜对角有紫色接 只能有他接啊 第一个接发球只能对角接 然后呢 这时候如果这个球 哎 我们这方没有赢 对方赢了 那比分就变成1比0了 对吧 那你看 达到对方 1比0 对方是1 那1的话是单数 单数是左边发 那1比0就是 哎 这个红色的小伙伴发 那他发只能蓝色的小伙伴来接 然后现在如果这个球 哎 他们又输了 那我们这方就变成了1比1 对不对 那1比1的话 我们看单数是谁啊 单数是 这个蓝色 所以说1比1的时候 还是我们来发 那如果蓝色的小伙伴一发球 哎 我们又赢了 哎 比分变成2比1了 怎么办呢 我们看他拿着球 在1这发啊 啊 赢了 连续赢的时候 那看还是他发球 对吧 那他发球 他变成2了 那怎么办呢 哎 他就到这边来啊 就换发了 换到这个位置啊 不叫换发 换到这个位置 他来发啊 他到右边来发双数 哎 他就自然到左边去了 啊 也就是说 当你连续的赢的时候 哎 就要换位置 并且球 跟着这个发球的人走 如果现在2比1 我们又赢了 哎 他继续到这边来 继续到这边来 那这就是变成3比1了 你看3比13在单数这边发 他发这个这个节 那通常为了方便记忆呢 我们会说谁发球 把球把谁这个放在前面 比方上看 现在3比1了 他发 对吧 这是如果对方下赢了 变成3比2了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们会经常说2比3 对吧 就是把谁发球 把谁放到前面 2比3的话 那我们就自然判断一下 你看呃 单数在左边发 双数在右边发 2比3的话 他们是紫发还是红发呢 肯定是紫发嘛 2对吧 那这时候他们如果继续赢啊 变成3比3 你看他发了一个球赢了 3比3继续走 他到左边来 左边发单数啊 他来换一下3比3 这时候呢 我们来看 如果他们继续赢啊 4比3 他继续往这边来 4比3 然后这时候翻过来 突然说我们这边又赢了一个 那我们就4比4平 那自然是他反啊 这就是一个换发球的规则 有了这些 你就不至于被别人高手笑话了啊 赶快谢谢大龙老师 今天等到这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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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